桃園市楊梅在昨天傳出三師命案 今天下午法醫去殯儀館驗屍 發現夫妻死者身上的刀傷 加起來超過50處 而且刀刀致命 嫌犯的手法可以說是非常的凶殘 另外根據檢警調查 嫌犯當時是帶著鑰匙 成功進到民宅的 所以警方初步研判 這是預謀犯案 接獲通知來到殯儀館認屍 黃姓死者家屬痛哭失聲 情緒相當激動 兩人相互搗扶連站都站不穩 意外實在來得太突然 死者家屬完全無法接受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夫妻兩人 一夕之間雙雙殞命 檢察官18號下午也率同法醫 前往殯儀館進行相宴 結果發現兩名死者身上的刀傷 加起來竟然超過50處 可見嫌犯手法相當兇殘 墜樓現場拉起重重封鎖線 一旁柏油路上還有明顯寫字 讓人看得毛骨悚然 雙施命案疑點重重 警方不敢大意 第一時間就封鎖犯罪現場 採集相關急症 警方調查後發現鴻姓屋主十七號上午 十點多返回家中 不久後正信凶嫌手持鑰匙 潛入住家持刀殺害屋主 直到下午被害人同事發現 他沒把車開回公司 又聯絡不上人 只好聯繫他的太太 而黃信妻子接到電話後 下午四點多返家確認 沒想到一進到屋內 就慘遭嫌犯殺害 最後凶手疑似 畏罪輕生從頂樓一躍而下 警方出動大批人 立調閱現場周邊影像 要確認是否有其他共犯 因為凶嫌冷血連殺兩人後 輕生留下太多疑點 還需要檢警一一抽撕剝檢 找出隱藏在血案後的殺人動機 靜新聞楊仲強紅七樣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